12点钟下了电火法师进来 记得要切换成电极模式 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游戏当中很难得的出现了一个建筑大师基地的挑战了 它叫做北境建筑大师基地挑战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吧 看起来比较重火力的区块是 阵型中间的四座大殿塔 右手边的四座双管加农炮 以及在六点钟这一侧的一大堆防守的钢绍 以及四个火箭四个巨型加农炮 给我们的部队配置则是战争机器 电火法师宝宝龙 骷髅气球便衣亡灵跟暗夜女巫 暗夜女巫是给了两只 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通关路线 三点外侧先下了两只亡灵进来 分别瞄准一座双管加农炮 12点钟下了电火法师进来 记得要切换成电极模式 6点钟下宝宝龙球进场 用宝宝龙的技能搭配骷髅气球落地的伤害 可以把6点钟的四座防空火箭都打掉 这样子我的宝宝龙就暂时安全了 等到3点钟的两只亡灵往前飞把电塔探出来之后 我就再补上两只亡灵 然后大约从10点钟的地方下了战争机器进来 等到右边的两座电塔打掉了 我从外侧再补了暗夜女巫 这边的暗夜女巫进场的节奏要稍微自己练习一下 因为要让他们在靠近双管加农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就要让蝙蝠把这些将农炮打掉了 然后才打开女巫的技能召唤出更多的蝙蝠 把阵型中间的这些大电塔给处理掉 如果节奏都搭配得好的话 你的女巫还有战争机器和电火法师都可以活下来 这场我是还活了一只亡灵在场上就完成了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北境建筑大师基地挑战的通关路线 这次就暂时先不送出最秀通关的黄金通行证了 因为夜世界使用的部队本来就很少了 如果还要挑战扣部队的话 我觉得会有太多人的成绩都会重复 而且难度也蛮高的 如果完成通关后还有部队的技能是没有使用的 这也算是一种加分项目的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可不可行呢 或是你有其他的建议也欢迎留言给我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